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李世时九段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盘棋 这盘棋是2019年12月21日 李世时与韩国人工智能韩洞 隐退三番棋的第三局 此前两局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这一局对局地点 李世时选择了自己的家乡新安区 26年以前 李世时从家乡飞青岛来到首尔学期 他用自己的天才在此后的26年间 将旗舰搅得风云变色 棋盘上的对手 被他神出鬼没的招法弄得头痛不已 棋盘下 韩国旗舰被他特立独行的风格 搞得无可奈何 与所有伟大骑士一样 他有高耸若云的前辈可以追赶 他有一时余亮的对手相互抵立 然而在巅峰的末期 他遇到了另一个桀骜少年 把年轻时他喷别人时的妙语如珠 原样奉还 那时我们还并不知道 几十天以后 他将肩负起守护人类智慧 最后尊严的重任 然后在每个人调整好心态后的 每个人都打算认命的时候 他向阿法狗祭出了 永垂史册的一击 之后 他依然桀骜不驯 不肯再忍耐的韩国旗舰 与他一拍两散 而李世时也宣布就此隐退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本局规则 韩豆让两子 李世时贴还7.5目 这样大概相当于让仙 到天幕的一个气氛 那接下来 直白的韩豆选择了小木 黑旗再战空脚 白旗稳健的手脚 而黑旗呢 马上逼住 李世时也深知 不能与人工智能打持久战 否则呢 将越陷越深 所以希望在这个地方 速战速决 能够找到人工智能的破绽 再现神志一手 白旗挂脚 黑旗马上靠 白旗搬 黑旗搬 一下双方在右下这一带 形成了一个常见的定势 有点类似于大邪 接下来白旗长 黑旗贴旗 白旗顶 是好手 这个时候呢 黑旗是不能够马上出动的 如果黑旗再次长出 白旗跳加 现在黑旗冲 白旗挡住 打吃显然不能够成立 因为接下来白旗可以滚包 之后呢 再次搬 黑旗搬 白旗打 黑旗粘住 白旗不断 接下来黑旗长呢 白旗在下方 又冲了断 然后立的严立手段 这样呢 黑旗不行 而如果黑旗 不去 打这一下 直接再次冲下的话 白旗可以再次补断 这样我们看到下方的冲断依然存在 而上方这一带 由于白旗已经挂过 那么整个这个地方 白旗潜力大增 黑旗的五颗死呢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 先在上方这一带夹击 这与讲解的古力九段的观点 不谋而合 接下来 白旗也挂 黑旗肩 白旗长 黑旗跳 白旗拆三 然后黑旗再肩 出头的同时瞄着 白旗拆三空中的打入 以及逃出这两个子的手段 而寒斗 下一手旗 补强拆三 在下方打起了一个堡垒 黑旗自然再次冲出 白旗按照预定计划跳架 黑旗冲 白旗挡住 黑旗选择了冲下的下法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白旗补旗 黑旗断吃 白旗再打 黑旗现在 陷入了一个纠结的境地 局部而言 如果黑旗长 那么白旗挡住 黑旗再断呢 白旗沾 接下来 黑旗立下的时候 白旗可以在脚上扳住 以下黑旗拐出 白旗就跳 这样变成了黑旗 单方面逃跑的一个结局 下方这块旗也非常危险 而上方这一代的战斗呢 黑旗子力也不具备优势 这样的图呢 黑旗当然不满 所以实战当中 李适时在这个地方 选择了提吃的下法 白旗强硬立下 现在双方在下方一带 已经适成水火 形成基带 但是讲解的 古地九段认为 黑旗的形势 不容乐观 他甚至给出了这种 在二路立 弃子的下法 白旗也立 吃住黑旗 然后黑旗再补 白旗跳出 但随即 他也否认了这个下法 这种下法无异于 跪地求饶 而李适时当然不可能选择 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了 班正面硬杠 与脚上的白旗对上 白旗挡住 黑旗沾 接下来 白旗弯 全局最为精彩的地方到来了 现在这个局面 白旗走完之后 黑旗挡住 那么接下来 如果白旗再次肩 似乎是眼见的要点 但黑旗 又在脚步 奥尔路加的抢手 白旗 如果再次搬斩 那么黑旗就跟着硬 接下来白旗再搬 黑旗 有在脚步 一路肩的手段 这样白旗再收气 黑旗立完了一扑 局部形成打劫 但由于外围这一带 黑旗有打 以及冲的劫材 这个劫呢 黑旗不怕 这样是黑旗满意 所以这个图 白旗直接肩在此处破眼 不成立 而如果 现在白旗回到脚步肩 延弃 黑旗 则有再次肩的手段 接下来白旗挡住 黑旗打吃 白旗沾 然后黑旗再次团住 以下白旗只有破眼 黑旗挡住 白旗再连回的时候 李适时准备了 在二路加 暗度陈仓的鬼手 现在白旗当然不能挡住 黑旗这一长出 白旗由于气劲 只能迂行弯出 那如此黑旗搬 白旗打 黑旗打完之后 三次一虎呢 这个局部 白旗作战失败 而如果白旗 直接再次冲出 黑旗可以渡过 白旗的打吃并不成立 黑旗有断滚包的手段 白旗跑 黑旗就打 再走呢 接下来黑旗粘住 这样黑旗顺利逃出 脚上的白旗还需要补旗 在右上一带 黑旗已经取得了战果 这个结果 黑旗满意 就在大家思考 寒豆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寒豆接下来也下出了好手 这时候看起来呢 强杀 杀不掉 放声让黑旗连回呢 形势又不利 那么寒豆怎么下的呢 下一手就他选择了 一路点的好手 这手旗一出 观战者都为李适时捏了一把汗 那么这手旗的目的何在呢 现在如果黑旗依然去尖 白旗挡住 黑旗再去挡下的时候 白旗呢 可以回到脚步间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 黑旗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 如果你点进来破眼 那么白旗挡住 这个局部是一个刀霸物 白旗气急长 而黑旗这一带呢 由于这两个点无法兼顾 没有办法做活 这样黑旗是崩溃了 所以这个尖被白旗给防住了 而如果黑旗还是回到脚步 再次加 想要打结的话 白旗仍然可以回到脚步班 黑旗再尖 想要做结的时候 白旗可以先打 黑旗粘住 白旗度过 以下 黑旗再尖呢 白旗挡住 黑旗断 白旗就粘 双方形成对杀 黑旗立收气 白旗挤 黑旗打呢 白旗提 接下来 黑旗点进来 收气的时候 白旗呢 收气就可以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个局部的对杀呢 刚好是白旗快一气 吃住黑旗 如此呢 黑旗崩溃 所以这首点完之后 所有的人呢 都为李世时捏了一把汗 觉得李世时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误算 像第二局一样要马上崩溃掉了 但没想到 峰回路转 李世时接下来下出了针锋香队的鬼手 这首旗一出 整个观战的旗迷全部沸腾 下一首旗 黑旗针锋相对的点在了脚上 这首旗同样精妙 期待着白旗再次挡住 如此黑旗回到脚步二二路肩 白旗搬 黑旗再断 这样将同样还原成之前打架的变化 白旗的这部点就被破解掉 那么如果在点的时候 白旗走这个 黑旗呢 此时仍然可以回到 二路肩 白旗如果粘住 黑旗再次接 由于上方以后挡是先手呢 随时可以逃出联络 白旗再挡住 黑旗收棋 接下来白旗再搬呢 黑旗收住棋 由于白旗打不到这一下 这个局部呢 依然是形成了结症 而在黑旗走这个的时候 如果白旗再次搬 那么黑旗呢 就断掉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呢 还是解 白旗呢 是不入气的 李适时在此的构思 可谓是极尽精妙 那么寒豆该如何应对呢 下一手棋 面对黑旗的点 白旗 回到了脚步间 这手棋也同样的严厉 双方在此的较量 十分精彩 黑旗如果再破眼 白旗挡住 又成了刀把武的一个对杀 黑旗气不够 那么黑旗这个时候 如果退回 白旗呢 就在此坚住 现在由于这个点的子存在 黑旗无法破眼 而黑旗肩 白旗挡住 这个瞻的先手 对于黑旗的做活 没有任何帮助 这两个点呢 白旗还是必得其一 所以这一坚之后 黑旗再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而李逊时 接下来下出了他的终极手段 也是这个地方 绳之一手 下一手棋 黑旗在二路拖 这才是黑旗当初点的真正的后续手段 那么拖的时候 白旗如果从外侧搬住 黑旗可以再次断了之后退回 接下来这个断 白旗必须要补 那么如此一来 我们看黑旗再退回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白旗兼住 黑旗沾成为先手 白旗再作演呢 黑旗顺利活旗 这样黑旗活旗 局部还是满意的 这一代呢 白旗还需要再补一手 那我们看实战 实战当中呢 寒豆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选择了搬在内侧 继续强攻黑旗 而黑旗断 白旗吃 黑旗爬回 下一手棋 白旗尖 黑旗就直接冲进去破影 那么这个时候 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白旗如果再去断吃 黑旗可以再次打吃 白旗提吃 黑旗这个打呢 是决心 之前可以打掉 接下来 黑旗一提呢 提吃这两颗子 和外围的断 形成剑合 这个黑旗呢 就再度活旗了 这样 这是黑旗 李氏石的一个理想图 那么看似 这个一冲进去之后 脚上的白旗不活 这个断又无法杀掉黑旗 韩豆该如何化解呢 下一手棋 韩豆的这部冲 让人耳目一心 这一冲 试探黑旗应手 局部也是机关重重 现在黑旗粘住 当然是可以杀掉脚部的白旗 但白旗立下先手 黑旗再吃呢 白旗跳起 局部黑旗虽然吃住了白脚 但落了后手 而整个外围 已经成为白旗的天下 这三颗子呢 将无解而重 这样的结果 李氏石当然无法忍受 那么如果黑旗挡住 我们看实战 白旗接下来又下出了 班的好手 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黑旗粘 还要强杀白旗 情况将再度逆转 白旗打吃先手 接下来回到脚部粘 双方开始收气 但由于边上 黑旗存在断的缺陷 黑旗提 白旗提回 黑旗要收气 只有先吃住 接下来双方开始收气 那么我们看到局部呢 刚好是白旗快一气 把黑旗全部吃掉 所以这个地方 韩豆的应对 非常的厉害 那么李氏石自然也不肯中计 在白旗搬的时候 黑旗选择挡住 双方开始了结阵 下一手旗 白旗先断打 是好次序 黑旗打完之后 再次吃 那么接下来呢 白旗打 形成结阵 黑旗提 白旗提变成了结材 这是之前先断的一个好处 黑旗提掉 白旗下一手旗 如果直接提结 黑旗可以长出找结 那接下来呢 白旗消结 黑旗呢 再回到脚部间 由于这个提吃两颗子 和断吃呢 见合 黑旗本身没有问题 这样双方各自占据半壁江山 黑旗优势依然在 那么实战当中 寒斗下得非常的精彩 他呢 并没有着急去提结 而是先去补这个段 补这个段的下法是直接粘住 很老了 如果虎的话 将给黑旗多出打的结材 而粘住呢 黑旗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结材可以找 下一手旗 黑旗提 做活 这个粘还是先手 白旗再提结的时候 李适时选择了冲的一个节材 那局后的研究呢 观战的棋手认为 这个旗应该肩在此处着接 白旗提 黑旗呢 把白旗打穿 决议的分析认为 这个图的胜率 比实战的选择 要稍微高一点 那么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了冲 白旗提掉 黑旗呢 冲回 下一手旗 白旗补旗 黑旗压住 又下一代的战斗 暂时告一段落 李适时凭借自己 精妙的手段呢 并没有让白旗 占到太大的便宜 但是这个地方的劫财 找劫少有失误 使得白旗此时的胜率呢 达到了20% 从个位数达到了20%左右 接下来黑旗压住 白旗挖 黑旗打吃 白旗粘住 然后黑旗挡住 护住脚步实地 白旗打出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变化 局面来到了77手 李适时家乡的亲朋好友 以及他的铁杆粉丝 坚定的认为 下一手旗李适时将会下出神志一手 因为李适时之前在 对战阿法狗的第四局 以及与寒斗的第一局当中 都是在第78手 下出了神志一手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显然不具备神志一手的条件 下一手旗呢 李适时直接在此飞 不断 白旗先断 黑旗打吃白旗肠 留下借用之后 接下来白旗终于腾出手来 下出了自己招牌式的下场 相信各位旗已经猜到 下一手旗白旗 谈斗 直接点脚 黑旗挡的方向 成为一个选择 实战 李适时挡在这 这手旗呢 遭到了决议的一个批评 决议认为呢 黑旗应该挡这个 白旗长 黑旗飞 顶呢 就挡住 斑 接下来 这个压 是中央双方小掌的要点 白旗打吃 黑旗粘住 白旗立下 如此呢 还是黑旗优势的一个局面 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挡在此处 白旗爬 黑旗飞 白旗顶呢 黑旗长出 接下来白旗选择 冲了之后搬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式 黑旗挡住 白旗先断 黑旗退 白旗粘 然后黑旗虎 错看之下 这个地方李适时 似乎兼顾了两面 封锁了白旗 上方有潜力 左边这一带也得到加强 但接下来 寒豆就交了我们一手 白旗再次搬 黑旗挡住的时候 白旗的家 异常的犀利 现在黑旗不能去吃 否则白旗打了之后打 黑旗沾了白旗一沾 这个脚步的对杀 黑旗杀不过 而外围整个上方这一带呢 已经全部被破坏掉 所以实战当中 面对白旗的家 黑旗选择虎 白旗打吃 这个时候 下一首期 我们可以看出李适时 有了 一丝的慌乱 此时呢 黑旗粘住 是决意给出的正解 白旗长 黑旗压 白旗长 黑旗再压 接下来白旗再长 这样呢 黑旗将得到先手 回到左边拆 由于上方这一带加厚 黑旗在中央呢 还是有潜力 但全局 白旗手握大量的实地 双方这个旗 还是有的下 那么实战当中 李适时呢 选择了长 看似是 照顾外围的下反 但是白旗先手的提吃 非常愉快 黑旗挡住 白旗争到先手 从左边打入 这首旗走完之后 局面的胜率 已经 白旗已经达到了50%左右 双方局面追平 对李适时来讲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韩豆的这首旗 在决议眼中 似乎也有问题 决议认为 这个时候呢 全局最大的地方 是这个拐头 这个让我们很难想到 因为现在白旗在这个地方 急后 这拐头看起来是稍有重复 但仔细看 我们会发现 拐完之后 上方两颗白旗的 作用开始发挥 这一代呢 白旗将来有很多的先手 对于限制黑旗上方扩张 是有作用的 至于黑旗在此围 决议认为并不可怕 因为这一代 黑旗并不厚 和之前压一排 这个不太一样 白旗呢 可以在此打入 描着脚步的手段 那么黑旗如果肩 白旗可以在此飞 描着这个逃出 这样呢 是白旗优势的一个局面 那么实战当中 白旗呢 在此逼中 这个时候决议建议 李世识就不要再管这颗死 直接抢占这个压的要点 至于白旗点脚 黑旗团住 白旗再拆呢 黑旗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但这个图 我们人类几乎就不可能下出了 这个很难想象的出来 那么我们看实战 实战当中 李世识下出了 符合我们思维的一手 跳住手脚 而白旗 下一手旗马上再次怪头 韩豆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的重要性 接下来 黑旗搬住 白旗刺 黑旗提 李世识似乎也感受到了局面的紧迫 如果再继续平淡下去 将变成安乐死 因此他决定 发出最后一击 黑旗在三方提劫 为断吃开劫做准备 而白旗 则将自己的弱旗不好 接下来黑旗打入制造劫材 白旗飞 黑旗出头 防止被封锁 同时瞄着 对左边两颗子的反击 白旗马上将自身安定 黑旗贴旗 白旗立下 在加强自身的同时 反过来追究脚步 黑旗的保卫 李世识再次简单压了一下之后 终于是在上方开截了 白旗提截 黑旗肩 李世识这个时候期待 白旗再次挡住 那么黑旗提截 这样有了上方的这个截征 由于左边这三颗子 以后还有二路点啊等等的手段 并没有完全活进 下方这块旗呢 也有一些保卫 这样呢 李世识还有一些机会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黑旗尖的时候 寒豆直接消解了 这手机一走 彻底的击碎了李世识的幻想 无奈李世识只好吃 白旗跳进去 追究黑脚的保卫 黑旗尖 白旗爬 黑旗再冲 白旗这一班 一路要度过 这个地方挤完之后呢 黑旗还有两个断点 接下来黑旗强硬立下阻度 白旗先打一下 然后打吃 黑旗粘住 白旗提 黑旗虎呢 白旗再次作火 黑旗打吃 白旗就沾 下一手旗 黑旗再次震 意图强攻 两块白旗 这是李世识最后的救命到早 能不能通过进攻 将上方这一带的控 全部围住 甚至是吃住其中一块旗 是局面胜负的关键 但是下一手旗呢 白旗马上再次靠出反击 黑旗搬 白旗断 黑旗的这步长 孤注一掷 白旗打吃 黑旗掐吃之后 强行封锁 看起来这一带走完之后 黑旗在上方这一带的 这个空呢 已经坚持了很多 而下方这块白旗似乎变弱了 但是白旗下一手旗一走呢 我们又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厉害 白旗简单再次一次 黑旗竟然已经不敢再粘了 如果黑旗粘住 那么白旗打吃 黑旗再提 白旗这一打呢 你提掉 我断吃 先手 下方这块黑旗死掉 这个旗自然就无以为继了 但你粘住也同样会遭到白旗的粘 或者提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呢 黑旗还是不行 因此呢 在白旗刺的时候 李适时只好回到中央不断 白旗断吃 行旗至此 韩斗的胜率已经超过了90% 李适时调到了个位数 下一手旗 黑旗上方挡住 白旗竟然就直接出动了这颗死 黑旗团住 白旗再次一护 这手旗使得观战的旗手 以及讲解的我们中国的古力九段 还有韩国担任讲解的旗手呢 都兴奋起来 因为这样的局面 似乎给了李适时一些机会 李适时也瞬间 在此飞断白旗 这种对于白旗的进攻 然后再翻盘的局面 是李适时非常拿手的 攻马贤熟 曾经展落无数的好手 但可惜这一次面对的是 手握正解的人工智能 面对黑旗的飞攻 白旗不慌不忙 犹如闲庭信部一般 直接在此押出 黑旗提节 防住自己的断点 白旗就淡定的长 黑旗再提 彻底削减结征 加后自身 白旗一阵 有了这个阵之后 由于右边的白旗 异常的厚实 现在黑旗已经无法对白旗 发动有效的攻击 下一手棋 黑旗再次刺 白旗就双注 李氏实开始了频频的长考 但此时他也进入独秒 所以接下来的下法是李氏实的大将 白旗吃 最终李氏实下定决心 最后一搏 再次飞攻白旗 但已经很勉强 白旗飞 黑旗兼注阻度 白旗不单不着急在这一带寻求联络 反而直接冲进了黑旗的空中 黑旗再退 白旗再冲 有了这两手棋之后 下一手棋在这一带的靠段 让黑旗非常为难 黑旗整条大龙也没活 上方这一带又不厚 白旗的先手众多 所以无奈 黑旗只好回来补一手 但得到先手的白旗 下一手棋再次搬 黑旗虎先手 白旗挡住 接下来黑旗弯出的时候 白旗再次搬 追究黑旗自身的毛病 下一手棋是李氏实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手 黑旗再次断 白旗退 李氏实就投死了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中央这一带这三颗子 随时会被白旗吃住 而如果黑旗再次补齐 那么白旗只需要简单一搬 这两颗黑子呢 已经无法逃回 吃不住这颗白旗 这个图呢 显然黑旗已经崩溃 李氏实认输之后 职业生涯宣告结束 选择在自己的家乡 自己进军 世界奇谈的十点 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 李氏实九段 可谓是有始有终 始终如一 而如今 飞秦岛少年 终于是回家了 出走半生 归来依旧是李氏实 宋军千里 终须一别 回首萧瑟 故人长觉 谢谢李氏实九段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